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V,关注一下山东南 那此前关于周琦的下架选项当中有一个名字是让大家感觉比较意外的 那就是山东队啊 其实无论是从球队搭建的平台实力还是真正的资金实力上来看的话 山东似乎都不是周琦一个比较有可能的下架 而且周琦跟山东队也不像跟辽宁队那样有这种感情因素在里边可以加盟到山东南了 但是现在的CBA尤其是周琦的转回真的是风云莫测 那代表四川队去打下一届全运会这个事情已经是让大家感觉到比较吃惊了 所以说目前周琦他和他的团队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似乎都有可能 所以说媒体频频曝光山东南了成为周琦的潜在下架之一 似乎也并非步步道理 不过不管这则谣言是否是真的 高速集团和山东南了是否动过引进周琦的心思 但是在近日啊 随着山东南了官宣的几笔重要的签约来看 周琦肯定不可能加盟到山东队了 起码是在明年之前 那么山东南了是不可能给周琦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合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山东南了已经是官宣了四笔重要的签约 这其中有两笔是这个顶薪合同 分别是球队的核心后卫高师岩 以及球队的老将中锋陶汉林 两个人都是获得了三年的顶薪合同 再加上原有的一份顶薪合同 就是球队的老将贾成在明年这份合同才会真正到期 所以说下个赛季山东南了是没有顶薪名额的 那没有顶薪名额 这也就意味着签约周琦的最基础的条件你是没有的 周琦不可能放着顶薪不要去加盟山东队 这种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周琦的潜在下加 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山东队的名字给画掉了 那么在这个休赛期 其实山东南了做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 比如说小外援弗雷泽 目前已经赶到山东的济南跟球队进行了会合 将会跟随球队训练 随后去参加热身赛 上个赛季球队在小外援这个方面也是吃了不少亏的 所以说这一次我是尽早找 如果说不合适 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在后面去调整 同时青年队的教练员之一的来自塞尔维亚的帕弗洛维奇 以及来自于美国的训练是沙克 也是跟随弗雷泽一起来到了山东济南 目前将会吩咐各个岗位跟随球队一起进行集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山东南篮在夏日的集训展开的也是比较早 这第二期的集训都已经展开了 同时像高尸岩像陶汉林 这样的在缺席了第一阶段的核心球员也都是来到了球队当中 并且我们也知道山东南篮是没有任何一名球员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名单当中的 所以说他们可以以最完备的人员状况去迎战备战 即将开始的新赛季而且山东南篮在休赛期一系列的热身赛也是对外公布 可以说这个赛季的休赛期山东队起码目前的工作进展是非常顺利 而且进度也非常快做到准备也是比较早的 也能够展现出来高速集团在接手山东南篮之后的第二个赛季 可以说也是信心十足非常希望能够带领球队 在之前度过了两个相对平庸的赛季之后 在下个赛季能够一战雄风 在下个赛季能够一战雄风